美国参议院外委会稍早通过了台湾政策法 预料将重整美国的对台政策 历经大约两个小时的讨论 两党22位参议员组成的外委会通过了台湾政策法 而这张法案被誉为继台湾关系法之后 最全面重整美国对台政策的法案 目的是在于提升外交、军事等多领域的美台关系 参议院外委会主席表示 通过的版本只有些微修改 像是驻美代表处改名 以及AIT处长任命需要参议院通过 但实质内容都有保留 法案接下来也将送交参议全院审议